咱们知道操作系统是干什么的了啊 然后呢咱们也知道虚拟机装好了 在虚拟机上边呢把Linux也装好了 Linux这个介绍的咱们也看啊 每个点呢稍微知道这个发展史 知道Linux能做什么事 Linux是能够装在各种场合的 能够装在这种专业的这种数据库 可以充当数据库的服务器 还可以充当什么的 充当咱们各种在路由器里边啊 手机里边到处都有它的啊 到处都存在咱们Linux 目录结构呢 咱们只需要知道 这么几个目录结构就OK了啊 而且我们现在呢 已经学了这么几个命令了 CRT咱们也装上了啊 要跟咱们这保持一致 这是我们得需要知道这个命令 来获取当前机器的IP 那么在这呢 就是如果你正常的装虚拟机装不上的话呢 就是VMV那个软件 那你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那么就去换你的操作系统就OK了 明白吧 更换操作系统就OK了啊 很正常啊 因为咱们现在用的系统都是盗版的 那有很多系统可能兼容性是不太好啊 那么我们在这装完那个操作系统正常啊 其实我还少做了一件事情啊 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有错 什么事情呢 就是没有做了一个备份 没有做备份 万一我等会写命令要更改什么地方改错了呢 你系统不就崩溃了吗 是类似啊 就跟咱们装系统装完了 咱们第一件事首先得做一个备份 做个还原点或者说啊 那么咱们在这呢是安装个什么呢 做一个快照 做快照啊 拍摄快照啊 这里边快照一啊 咱们这里边可以写个什么呢 系统初始安装完备啊 而且经过测试正正确了 之后拍摄一下快照 一个快照大概也是占个20兆左右的空间 以后有问题的话呢 咱们直接在快照里边呢 直接就是恢复到快照一 就跟你刚装完系统是一样的 明白吧 啊 对就相当于一件还原 咱们装完系统 首先做的事就是先做快照啊 要不然以后的话 一有问题重装系统 一有问题重装系统 不太好浪费时间嘛 对吧 而且有的时候 你可能你的系统 那个驱动 它找起来比较费劲 啊 你还需要把那个驱动 好不容易才装好了 结果呢 一重装系统 又得去找那一大堆驱动去 比较偏那些机器 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用什么鲁大师啊 什么那些啊 驱动精灵啊 那怎么也装不好 那个网卡驱动 或者是深卡驱动装不好 你还能自己去 去找各种途径去 官网上下载啊 去检测你的硬件 是什么型号呢 去网上下载 这个型号的一个驱动 手动的装 那更费事了 咱们正常装完系统 OK没问题了 测试没问题 首先做个镜像 干干净净啊 那在这咱们镜像也做好了啊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到了 Linux那个核心了啊 就到了咱们那个学习命令这儿啊 命令的话呢 咱们刚才也说了啊 我们做的今天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打开去各个地方看一看 然后呢 能够把文件也好 是文件夹也好 增删改叉啊 能够啊 做最基础的这些事情 首先第一个命令就是磁盘管理 首先ls ls什么呢 就是list 列出目录内容 像咱们刚刚登上系统来的话 咱们这里边的命令是clear清空啊 刚刚登上系统就是这么一个界面 那我想看看当前目录下面有什么呢 那咱们就可以ls这么一个命令 ls就是list的意思嘛 后边可以接些参数 可以接-a 就是列出所有的文件和目录 那咱们这里边 那我接个-a -a啊 这样就把所有的文件目录都列出来了 这里边提到什么呢 包括隐藏文件特殊目录 隐藏文件是什么呢 这个大家是知道的啊 像我们任何一个文件夹里边 这里边是有些隐藏文件的吧 是的 我们来这点工具文件点选项这啊 点查看这个区域 我们来这里边是能够隐藏文件 隐藏受保护的系统文件 把它给最后选了之后 这里边点一下 那个显示这个啊 显示 是不是有一些隐藏文件就出来了 是的 这是咱们需要在这设置 windows下边呢 咱们还需要去这么来啊 那么我们在里边把它设置好之后 那么在linux下边的话 你看 这里边ms-a 就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隐藏文件 就显示出来了 包括特殊目录点和点点 点代表什么呢 点就代表当前目录 点点就代表上一层目录 知道什么意思吧 这都是属于特殊 你看这点 这所有点开头的啊 所有一点开头的这种文件 这都是属于隐藏文件 linux下边的隐藏文件 而且我们可以-a的时候 还可以-l 使用详细格式列表 那这里边 就是咱们敲户的命令 我们按上下左右就能 就能回来 看到了吧 这里边咱们刚刚敲过了这种命令 ls-a 还可以-l 这是一种什么呢 一种详细格式列表 那就有点像windows上面的什么呢 windows上面咱们查看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查看什么呢 以这种大图标的方式查看 对吧 当然这个太大了 看起来不舒服 还可以以什么呢 以大图标 刚才是超大图标 以这种中等图标 以小图标 以列表的形式 还可以以什么呢 以详细信息 这种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查看 某个目录下边的文件情况 那么咱们在这的话 ms 接a就是所有都显示 l就是详细格式列表 以及接t 可以用文件和目录的更改时间排序的 那这里边咱们再接个t 接个t 文件的更改时间 不过这里边按这个时间 是按这个排的序吗 是的 按这个时间排的序 这是三月三月三月 后边是接的是时间点 是的 这个是什么时间点 三月 这是 先按 先按连排吧 是的 按这个排的啊 还有接个-r是反向排序 是不是反过来了 是的 先按这排的啊 后边呢 还有-help是在线帮助啊 -help 这些命令一般都很少用 -help就是 ls后边能接多少东西呢 能接这么多 能接这么多参数 没用啊 没用 就专业的linux管理人员 他也记不住这些命令 他都得去献查啊 而且其实很多都是固定的用法啊 没人能够把这么多命令记得住 那么咱们这里边呢 我们用的最多的 咱们刚才是不是有个ll呀 用过ll吧 就是ls-l的一个简写啊 那咱们刚才就相当于ls-l 这就相当于ll 那这是他 然后再来个l 是不是两个完全一样吧 这是ls-l 这是l吗 它是简化版啊 咱们用它来方便 这就是看什么呢 看当前的 当前的目录下边的所有的一个文件的情况 我们刚才记了个-a是把隐藏文件显示 现在没有-a 那么它仅仅是显示了所有正常的文件 是不是这是咱们经常会看到的 是的 对吧 在windows上面呢 那咱谁还说是进来之后 我去把隐藏文件放开看看有什么 咱们都是正常看有哪些文件啊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看到了啊 root下边呢 目前哎 正常就有这三个文件 有三个文件啊 还有一种使用的方式-l 这也是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的话呢 就把隐藏文件也看到了 这是常用的 你就记住这两个就OK了 知道知道上面是代表什么意思 咱们用是经常用这两种方式 ll或者ls-al -al的话呢 就把什么呢 把这个啊 隐藏文件也出来了 包括这种特殊目录啊 还有这个是ll 这个是咱们刚才说这个是不是根目录呀 根目录下边的home下边有哪些东西 啊 那么这是显示指定目录下的内容吧 那么啊 咱们来这看 现在这个目录在哪呢 现在是在根目录的root下边吧 是意思吧 我们可以先切到根目录这 再切到根目录下边的这个home这 啊 home这 再再看一下 你看home现在的话呢 home现在下边啥也没有 是意思啊 这么玩 我们也可以ll-home 就直接就是指定根目录下的home下边有什么呢 当然这两个效果是一样的 知道啥意思吧 能贴总在干嘛 没反应啊 可以啊 就是linux这里边他有个这么一个特点啊 现在windows上面的话呢 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啊 也是一样的 正常咱们的这里边 我记得是有个命令是the 看到了吧 the 就查看 是不是默认登录上来 这是 我这是东的用户 默认进了东的个文件夹了 是吧 咱们root用户 默认进来是不是root里边啊 根目录的root里边 那么the的话呢 就就相当于ls呗 相当于l-l呗 啊 查看当前下边有哪些东西 那么咱们想看地盘 那我还得切到地盘吗 地盘 切到地盘 然后在del下 del下 啊 而在linux下边 我现在在地盘 我想看c盘的东西 咱们直接不用切 l-l c盘下边是什么 linux下边支持这么玩的 知道啥意思吧 咱们可以这么玩 不用网络切啊 不用网络切 在windows下边 你还得非得切到某个地方 再去del下 而linux上边 你像我在这里边 我假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是不是到了root这了 是这个意思吧 是到root这了吧 根目录的root下边 我可以查看什么呢 根目录下边的home下边有什么 我直接在里边就OK 不用网络切 不用cd切 这个可以吧 这个咱们要知道啊 那么其实这个list呀 是so easy的啊 就是查看目录结构啊 这里边呢 咱们只需要记住什么呢 只需要记住这里边有个list啊 list这里边呢 它是代表列出的意思啊 我们其实就知道l 啊 l 以及呢这里边是ls-l 这个呢 这个呢是 列出当前目录下的这个文件信息 而这个呢 也是列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信息 在里边我们要包括隐藏文件和特殊目录 特殊目录啊 就是当前目录和副目录 这个意思 而且咱们要注意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呢 直接列出系统根目录下边的root下边 或者根目录下边的bin下边 可以直接这么玩啊 列出根目录下啊 bin目录下的这种文件的一些信息 就记住那三个命令就OK了 啊 这个lineal star的这个特点是很很好的啊 你不用去切到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直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列出来其他的目录里边的内容 这是很方便的 试试吧 这是很方便的啊 要体会那个细节啊 这是咱们需要掌握的三个命令 那么有了这个命令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查看这个目录里边的啊 有哪些东西了 这是文件列出 文件列出之后的话有cd 这个cd就相当于切换啊 我要再从这个目录切到其他目录啊 再切到任意的目录 咱们要切换cd cd的话呢 有五种切换方式 一种呢是cd这是一个波浪线啊 波浪线当前的用户的目录 这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刚才说了root用户登录进来 是不是就在根目录的root下边啊 那么张三登录进来 就在根目录的home下边的张三里边 这就是那如果李四进来 李四的用户执行了个cd波浪线 那这个时候他就跳到哪呢 根目录的home下边的李四 这个目录里边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当前用户目录 当然我们可以在里边给大家做个测试啊 在这里边呢 假如说咱们在里边cd到了根目录下边的 bin下边是跑这儿啊 而且咱们pwd是不是查看当前目录结构啊 在哪 对啊 在根目录的bin下边嘛 那这个时候按咱们这种玩法的话 我在里边输个cd波浪线 这个时候咱们应该跳到哪呢 当前目录的root用户主义吧 应该是直接踏到根目录的root里边吧 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咱们看pwd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我们现在是以root用户登录吗 默认进来就在根目录的root下边 啊 当然如果如果这个用户是李四的话 那如果执行这个命令 那就是在根目录的home下边的李四里边 听懂了吧 啊那一共就是两种用户 一种就是最高的最高级的管理员用户 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用户啊 那其实用户这个概念的话 是不是在咱们v诺子里边也有啊 有没有 有吧 那这里边咱们给系统安全用户 招务安全带呗 那这里边可以对用户进行各种控制 啊 咱们这里边可以创建各种用户 啊 我记得现在有一种机器 就是专门针对小孩开发出来的啊 因为你不让他上网他不行啊 他要往那个网吧跑对吧 那上网呢 但是你又管不住他要看哪些东西啊 而且他要打游戏什么的 这个时候呢 家长咱们就专门有这么一种机器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上面的创建各种用户 好不是创建一个新的用户 给这个用户呢 给他分配一些权限 这个用户呢 只能是在哪一天的哪个时间段玩机器 其他时间段你登不上 而且这个用户呢 只能是玩指定的那么几个软件 对吧 啊 啊 那是不可能的啊 那这样其实还是有好处的嘛 对吧 啊 这是用户啊 用户权限的一个概念 这是CD啊 不知道啊 还有CD杠 这个是不是咱们敲过好几次了 直接回到各梦路 Linears下面就一个目录 cd杠啊 还有cd cd这个是这个是一个 嗯 减号啊 减号啊 但是这个是回到上一次访问的目录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呀 可能经常会 啊在干什么事呢 我以windows说啊 在地盘下面哎 我看这下是有什么啊 有个E1 那我cdE1进来了 E1进来有个这啊 E1里边有这么多的文件夹 然后呢咱们有个 make的A吧 然后我创建了A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下 是不是这里边有个A文件夹啊 就创建好了 这是doss下面的啊 你大概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就OK了 然后呢我可能在这边做了这些事之后呢 然后我又切到哪呢 要切到啊 切到c吧 切到c 我记得是cd 直接c 这样 直接c啊 直接 啊 直接切到这个c盘了 就是我在这做又又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然后呢我想回到上一上一次操作目录 咱们上一次是不是在E盘 D盘的E下呀 是对的 那正常的话咱们可能还能在里边做了很多事之后 我还能切到D盘的那个E下了 我还能这么做 还能输很多 如果说E下的什么A下的B下的你还得输很多信息 回到上一次目录出这么多 那么咱们在这有个命令就是cd 就是上一次访问的目录直接就过来了 我们在这也是给大家做个测试啊 我们首先呢回到 root下边啊 LL一下 root下边有这么三个文件吧 假如我现在要创建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TOUCH1.TID 这是创建文件的啊 创建文件的Touch 然后呢咱们再LL一下 是不是多了这么一个文件啊 多了记事本类似于 然后呢我忽然我要切到哪呢 切到root这了 切到根目录这了 然后我在这又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我又想回到上一次目录 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咱们还能这么玩啊 是这个意思吧 刚才是在这来吧 那么现在我就可以输这个命令 搞一下就搞定了 进来之后你看是不是 pwd是不是又回到root这了 明白什么意思吧 我这是root 万一我刚才是在root下边的A下的B下的C下的D下的F 很长的一个目录 你如果再切回来不是还能输一大堆吧 知道啥的意思啊 知道它那个应用场景一个优势啊 就是你原先是在什么呢 在假如说windows上面的 哎我在这个下边这个下边这个下边 在这做了一大堆事情 然后呢忽然呢我又切到哪呢 我又切到这盘这了 在这呢又做了很多事情 啊在这又做了事情忽然我又想切到那个目录呢 咱咱不用说是直接在CD再再输这一大堆东西 我们仅仅是CD杠就OK了 是的意思吧 同时呢咱们看了一个套起没了啊 这是创建一个文件的啊 呃这是第三个啊 第四个cd点点这个咱们都玩过吧 是的意思吧 cd点啊回到上一期目录 那么我们现在呢 现在啊清控一下啊 pwd咱们是在割目录的root的下边 那么咱们CD点点就回到哪了呢 是不是割目录啊 是割目录吧 root的上一层目录吗 它的副目录啊 上一层目录 还有个cd啊 cd是当前缺什么当前用户目录 直接来个cd pwd 那就是在root下边了 如果说我切到当前的home下边吧 然后我来个cd pwd 是不是又切到root这儿了 是这个意思吧 我就回到就是你刚开始登上系统在哪个地方呢 你直接想回到最开始的一个目录 那我就cd一下 就回到咱们root这儿 如果是理事的话 李四进来输入了个cd 那么李四是跑到哪了呢 根目录的home下边的李四下边吧 是的意思吗 OK啊 那你看这个linux的切换是非常方便的 非常方便的啊 各种各种切换都是有一个应用场景啊 那么在这呢 相当于切换名啊 切换目录这个名字啊cd 当然在这啊 在这里边我们是需要知道知道这个前提条件的啊 有一些还是需要知道的 我们这个linux系统啊 linux系统跟咱们windows一样啊 是有啊 两种用户 一种呢 就是咱们的管理员啊 啊那就是root了 另外一种呢 啊就是啊 另外一种就是普通用户啊 就是相当于咱们的张三啊李四啊这种用户啊 就是普通用户 那么咱们刚才说了啊 这个root用户 登录 到咱们这个linux上呢 默认 所在的 目录 是 更目录下边的 root下边吧 是对的吧 那么其他用户就好不是说张三吧 登录到linux的默认所在的目录是 根目录下的 home下边的 张三 下边 明白吧 可以吗那个 这个前提条件咱得知道啊 咱得知道 人家都是这么来的 像咱们直接我们后边 好不是你要创建一个张三用户呢 就跟咱们windows上面控制面板那边创建个用户 那么他默认的就会在home下边去创造张三 啊 这个文件点就创建好了啊 只不过咱们现在没有创建个张三用户啊 啊 cd这个命令咱们刚才是还接了个东西啊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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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1.txt 其实它的作用呢就是在哪呢 在当前目录创建一个文件啊 1.txt这么一个文件 咱们刚才用了一下这么个目录 当然还有这种clear是干什么呀 清除屏幕吧 在那个windows上面有没有啊 windows上面是clear还是 cls吧 我记得是cls 是这个啊 clear行吗 clear可不行啊 稍微有些区别是这个意思吧 clear不行 cls啊 cls啊 clear screen clear screen啊 呃 这是他啊 cd目录上一层以及cd后边啥也没有回到默认目录 可以吗 可以吗那个 这没啥啊 那么其实就这么说有了cd有了list这两个命令我们就能够查看到windows上面的所有的文件信息 就意思就是相当于咱们哎我登上电脑了哎电脑里边有多少目录呢咱们是不是任意的都能进来啊 是的意思啊啊这里边有什么呢是不是咱都能看到啊 是的意思啊 这就具备这个条件啊啊就能做这个事了 那当然这个详细的这个解释后边有啊你看明镜的时候看哎这个是干什么这个是想